订阅观赏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顿开 你要知道每一次可以去行善的远镜 来到你的眼前 或者被你耳朵听到了 或者在你心意之间显现这样的事情 你就知道那就是一次因缘 我不做就错过那一次 你说我心里念头起来一次也算对 不然那一秒钟怎么不是起来别的事情 那就是你心意之间的因缘 你没做就错过了 每一次因缘你都不放过 你今生必有所成 有的人跟佛菩萨祈祷 佛菩萨引导我 这个世俗 茫茫着实 我有很多事不明白不了解 我不知道怎么修 祈求佛菩萨引导我怎么修 引导我修下去 那他在你心意之间起了这样的念头 一加持你 你要去放生 你要去注印 你要去送轮椅 你要去当司机 当义工 你要去关怀老人 付出你的温情 你要去打灾 在你心里这样浮出来 他引导你了 对不对 你继续看电视 继续上网 那你还要怎么样引导你 我们在平常有一点良知的人 好像王凤怡言行录 文明朝的王大善人 人的罪业层层叠叠叠 就覆盖了我们的灵明良知 当这个罪业一直行功利得 一直在洗净的时候 就像好几层的墨汁 泥巴 粪便 慢慢洗干净 这个良心快要翻出来的时候 还没有翻出来 快翻出来 他就已经充满很多的善性 积极地想去行善 每天都想方设法 我要去做这个 我要去做那个 等到自己做错事 又去造业 或者是学佛的人 他持戒又去犯戒 或者又是不听正法 不听失教 忘失正法的人 他用自己的烦恼习气去 做人 做事的时候 这些业力盖帐又层层叠叠 层层叠叠叠 你的良心又降到谷底 你又觉得我头昏脑胀 我很累 我想事情都想不通 我觉得头痛痛的很有压力 我好烦 我修不动 然后来寝室上师好了 不要再来问我了 我已经讲了恩百遍了 是不是 怎么做 什么原因都告诉你了 那就是看你自己 我讲太多遍了 你当然会业力盖帐 你当然会修不动 你当然会偷昏脑帐 你当然是意念不能集中 你看你前面都干什么事 所以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 为什么人家一越修 越光明灿烂 台语讲 金光强强滚 一样是吃素 一样是拜佛 修觉金光强强滚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你修觉 你修得愁云产物 乌云盖顶 为什么 怎么差这么多 你真的有忏悔 看自己问题吗 你真的不得其法 你都没有得到佛法 我上师三宝都忘记你了 一直讲 想方式法一直讲 你来听经文法讲 法会也讲 用讲义讲 用影片讲 找同修去跟你讲 你不听 不听还发脾气 佛菩萨在梦中 还加持你 还要讲 是不是 你根本不听的 你自己唯我独尊 独自做大了 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欲望 个性 烦恼 去做人做事就好 那当然你就自食苦果了 是不是 什么样的因缘都具备 所谓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这东风就是你自己的发心 你自己要不要去实践而已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